國拼8人拿到2022WTT世界盃決賽的參賽資格 2022新鄉WTT世界盃決賽於10月27日開賽 根據規則 乒乓球男單和女單各有16個參賽席位 目前 男單還有6個席位沒有確定 女單還有8個席位沒有確定 國拼參賽名單為 馬龍 梵震東 梁靖昆 王楚清 陳夢 孫隱莎 王曼玉 王毅迪 這個名單實至名歸 沒有2022乒乓球亞洲盃那麼令人費解 據悉 WTT世界拼聯公布乒乓球世界盃部分參賽球員名單 男單 梵震東 馬龍 梁靖昆 張本智和 卡爾德拉諾 莫雷加德 林荫茹 約奇克 奧恰洛夫 王楚清 女單 孫隱莎 陳夢 王曼玉 王毅迪 伊藤美成 杜凱琴 韩瑩 石川佳淳 日拼女單方面 我們又看見了石川佳淳的名字 作為資深球迷 看見純媚石川佳淳的名字 如同看見了一個准中國媳婦一樣 只可惜 國拼帥哥沒有人去追求石川佳淳 而純媚石川佳淳的偶像馬龍又結婚生子了 遙想當年 石川佳淳剛剛出道 多麼迷戀國拼馬龍 面對媒體記者 石川佳淳公開示愛 石川佳淳表示 自己的偶像是馬龍 馬龍高大帥氣 有紳士風度 技術全面 自己希望和馬龍搭檔混雙 面對純媚的示愛 馬龍表示 自己很少打混雙 如果可以選擇跨國混雙 那麼選擇石川佳淳吧 更為有趣的是 在一次乒乓球賽事頒獎結束後 石川佳淳為了能夠和馬龍合照 請求服人愛去找馬龍 最終留下了一張甜蜜的合影 2016年裏 約奧運會之後 馬龍獲得乒乓球男丹金牌 就與女友夏盧拉埋天窗了 不久又有意兒 這段異國情感就此戛然而止了 如今 石川佳淳依然單身藝人 石川佳淳表示 自己的男朋友是乒乓球 不退役不考慮個人情感 馬龍 石川佳淳都不年輕了 都到了職業生涯的末段 作為球迷 我們祝福石川佳淳 也祝福馬龍 要知道 石川佳淳缺席 剛剛結束的2022年成都市井賽女團比賽 讓很多中國男球迷傷心難過 與大頭娃娃伊藤美成不一樣 石川佳淳身得中國球迷的喜歡 他坦言 我還是單身 對於愛情我不想將就 希望另一半可以讓他崇拜 是個老實的男人 最好是個乒乓球男運動員 我很喜歡中國 要是可以嫁到中國 我很願意 中國球員周馬龍就很好啊 球迷只有搖頭 可惜啊 馬龍已婚已遇的 石川佳淳這是照著馬龍的母板 找男朋友嗎 要是伊藤美成 有一半石川佳淳的謙虛 可愛 善良 大家都不會罵他的 還有張本智和 就不能學習石川佳淳的說話嗎 當年石川佳淳個人社媒上關注的明星 幾乎和馬龍關注的明星一模一樣 肯定是想保持和馬龍一樣的興趣 找到話題呀 可惜啊 石川佳淳小姐姐 現在還是單身 我們的馬龍已經結婚 生女兒了 預測 一定有身高185厘米的富二代家高富帥 前往新鄉世界杯總決賽 給石川家淳小姐姐加油的 可以表白石川 贏取進門啊 中國男球迷 站出來呀 大家說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當然 我們網友們也不能輕視日本乒乓球實力 自20年前 日本開啟了輕描計劃 從小培養乒乓球運動員 看來是有些效果的 現在 我們看到了日本新一代乒乓球運動員的崛起 如伊藤美成 石川佳淳等 其中 我們咱們剛才說的石川佳淳的 它有很精湛的球技 而且 顏值還不錯 很乖巧的樣子 很多中國網友是因為喜愛富原愛後 繼而喜歡石川佳淳妹子的 石川佳淳妹子 與富原愛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他們的顏值還不錯 都來過中國訓練乒乓球 都會說中國話 球技也都是不錯的 而且 這兩位日本乒乓球女運動員 對中國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 不僅如此 他們兩人的擇偶觀還很接近 富原愛嫁給了中國小夥 石川佳淳喜歡中國乒乓球男運動員的馬龍 是馬龍的小迷妹 挺有意思的兩個人 石川佳淳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表示 石川佳淳並不太想和張本志和搭檔男女混雙打球 石川佳淳說 他之前的搭檔是吉村真情 現在卻換成了張本志和 讓他感覺無可奈何 不知道 張本志和聽後會不會像被打臉一樣啊 是不是很難看 在問及石川佳淳對中國乒乓球的看法的時候 石川佳淳給出了很高的評價 他說的既直接又簡單 只用了四個字很強 很強 在採訪中 石川佳淳全程用了中文與記者對話 這段採訪在互聯網上熱傳 也引起了中國網友的興趣 網友們對於石川佳淳的觀點表示了贊同 也漸漸成為石川佳淳的粉絲 網友也想問問張本志和 你的臉像挨打一樣嗎 你感覺難堪嗎 憑藉一口流利的中文 迷人的微笑 陽光的形象 還有令人稱道的球技和球品 石川佳淳收獲了眾多中國球迷的支持 他到中國參加比賽時 球迷都會趕到現場 為他加油助威 並送上小禮物 石川佳淳跟國拼的張怡寧 王楠 劉詩文 陳夢 孫穎莎等隊員 都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所以 石川佳淳近日在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 不但表達了期待到中國參加比賽的強烈願望 還認真地回答了中國球迷的提問 而球迷也表示 石川佳淳是我唯一追的女明星 非常期待她再來中國比賽 我們一定用最熱烈的方式歡迎她 可能大家都沒想到 看似安靜的石川佳淳 其實非常喜歡聊天 石川佳淳在回答中國球迷提問時透露 她到過中國的北京 上海 杭州和成都等地 中文是自己堅持 跟中國教練 朋友多聊天 學習到的 現在說外語時 滿腦子都是中文 去歐洲的時候 一開口就是中文 不過對於她會說廣東話的這個傳聞 石川佳淳寧卻表示 這是一個假消息 因為自己完全一窍不通 石川佳淳和大多數女生一樣 平時也經常逛街買東西 追劇看電影 喜歡中國的三食而擠這部電視劇 而品嘗美食也是她的一大愛好 到中國必點紅燒茄子這道菜 此前劉詩文、陳夢他們到日本參加比賽時 石川佳淳就曾經邀請他們一起去吃日本著名的烤肉 而除了比賽穿隊服 私底下還喜歡穿牛仔服、裙子之類的服裝 隨著日本女拼伊藤美成、早田希娜、 平野梅雨等年輕隊員的奮力追趕 石川佳淳在隊內的激烈競爭中已經不佔據優勢 不過她並沒有選擇放棄 而是依然繼續堅持著 石川佳淳表示 很慶幸能夠從事乒乓球這項運動 因為她帶給了自己很多快樂 做到了原來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從根本上來說 最大的對手還是自己 不斷挑戰的過程很有成就感 眾所周知 石川佳淳在中國擁有一大批喜歡她的粉絲 她也時常通過個人社交媒體跟粉絲進行互動交流 石川佳淳透露 此前經常使用QQ上傳保存照片 現在則喜歡用微信發布動態 看得出 石川佳淳對中國社交軟件的各種功能 還是很熟悉的 石川佳淳最後表示 10月初她會到中國來參加比賽 非常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謝謝大家溫馨的留言 她也特別期待見到中國的球迷 而有中國球迷直言 石川已經取代了小愛成為中國球迷的最愛了 男拼加油啊 這妹子 娶過來 來中國當媳婦吧 中共的心理 我們不是在嘴巴 我們不是在嘴巴 那種嘴巴 那些嘴巴 我們不是在嘴巴